新娘 你愿意嫁给你眼前的这位新郎吗 无论贫穷还是富贵 疾病还是健康 你愿意跟他长相厮守吗 我 你若说了让我不满意的话 那你就只能见到那个小野种的尸体了 我愿 他不愿意 你是何人 这是我儿子的婚礼 请不要捣乱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了 婚礼 我觉得这场婚礼 还是变成葬礼比较好 变成你们四大豪门的葬礼 你是何人 竟敢在这大放抉择 被你逼得自杀身亡的楚孟瑶老公 被你百般折磨欺凌的叶瑶之父 叶三秒 原来是你 原来他就是瑶瑶的亲生父亲 你害得孟瑶自杀身亡 将我女儿关在狗笼中 让他经受着非人的折磨 这笔仗我今日便和你们慢慢算 还有你们四大豪门的人 今天一个都跑不掉 小子 你还真是够狂的 你以为你是谁 还敢同时挑战我们四大豪门 来人了 给我把他抓起来 生出去大喜八快 我给你们四大豪门一个机会 你们现在可以去调集 能调动的所有力量来对付我 我会让你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绝望 狂妄 小子 今日不让你见识见识 我们四大豪门的厉害 你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后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一时间 四大家族纷纷给自己的家族发消息 只是当他们听到天海事被人给封锁了 所有人都是已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有一位大人物降临了天海事 修罗店的十万修罗战士竟然全部来了天海 该死的究竟是哪个狗日的惹到了修罗店 竟然让他们全体出动了 快加快速度赶往天海 大人 我们要不要喊其他州的巡天司也过来 不然我怕无法控制局面 喊其他州的巡天司 你是想和修罗店开战吗 可是大人 我们巡天司的职责不就是保证九州的稳定吗 如今修罗店公然调动这么多人封锁天海事 我们不应该出手吗 出你个头 你知道修罗店有多强吗 就算整个九州国的巡天司一起上 都不够人家修罗店一巴掌拍的 马上去给我查清楚 修罗店来天海究竟要干什么 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混蛋没事去招惹修罗店 我非灭他满门不可 统帅查到了天海的四大豪门 逼死了修罗店主的女人 还将他的女儿关进了狗龙虐待 他们是疯了吗 这群也千刀的混蛋 马上给我准备一架飞机 我要立刻赶往天海市 统帅国主那边怎么说 国主说了 不惜一切代价稳定住修罗店 他们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接受 小子 看来你的运气很不好 今天有大人物降临天海 如今已经将整个天海都给封锁了 你这下算是查识难逃了 查识难逃的应该是你们 很快 天海大酒店中 四大豪门派来的数千人直接冲了进来 将整个宴会常为的水泄不通 小子 你的末日到了 今日我便送你下去陪楚梦瑶那里见人 再敢辱骂梦瑶半句 我便让你立刻去死 混蛋 你敢生我儿 来人 给我杀了他 拼刻之后 四大豪门一个个眼睛瞪得滚圆 脸上露出惊惧之色 他们打死也没想到 对方仅仅一人就灭杀了他们所有的精锐力量 还有什么手段统统都使出来吧 小子 你 你不要太狂了 杨兄 此子怕是没那么好对付 我们还是先撤吧 小子 你给我等着 你好 我是叶三秒 你没事吧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你知不知道我姐姐这些年为你背负了多少骂名 现在她都死了 你还回来干什么 对不起 是我回来晚了 你姐姐和你们出家的仇 我会替他们报的 对了 瑶瑶还在杨天杰的手里 你快去救她 她是姐姐和你的女儿 放心 瑶瑶已经没事了 那就好 不过你这次得罪了四大豪门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还是带着瑶瑶离开这个地方吧 没事 今天之后天海就不再有四大豪门了 这个混蛋的手下太厉害了 必须除掉他 绝不能养虎为患 对了 杨兄 你弟弟不是江州军团的第三军团长吗 让他赶紧带人过来拿下这小子 放心 我已经让人联系我二弟了 他现在正带着江州军团的人朝这边赶来呢 我保证那小子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就在这时 天空弥漫一股读杀之气 直接一道道挺拔的身影出现在四周 将整个天海大酒店围的水性 散 Janeiro 散 散 散